有桑林的地方,地势往往非常的开阔,风能够吹过来,稍解一下炎热,陆清莹担忧的对云正说,夫君啊,这样一来,咱家的人口就越来越多了。 建户攀附主家是常有的事情,但是知公攀附主家却是大罪,这样是不妥的,咱家没必要把这话说明白,年轿不好,都想吃饭,就碎了他们心意算了。 陆清莹瞅着桌子上知公送过来的槐花饭,吃了一口就太口气,他原来很喜欢槐花饭,现在却吃不出一个好滋味,坏天气损坏了所有人的胃口。 吃了人家的东西,就要去感谢一下,云正带着陆清莹提着一篮子糕点,每个人家送了一个,很奇怪,每家过来接糕点的都是女子,云正不好往前凑,跟在后面摇着扇子像弥勒佛一样的傻笑,不过孩子们还是非常的害怕,抱着母亲的腿不住的往后缩。 母亲抽了一巴掌孩子,陪着笑脸说,小门小户家的孩子没见过世面,让您见笑了。 云正本来想说几句客套话,可是话从嘴里出来,就变成了盛气凌人的样子。 桑林里住着凉快,可以住,不过要管理好灯火,现在天干雾燥的,一旦走了水,就会火烧连营。 咱们就算是想要救火都没地方找水,小心了。 妇人连忙答应,匆匆地拖着孩子拿着一块绿豆糕,跑得没了影子,躲云正就像躲恶狗一样。 陆青莹反而笑眯眯地一个劲地夸赞自己夫君有家主的气势。 女人家就该柔和些,男人家就该严峻一些,家主就该让所有人都害怕才成。 云正不知道怎么解释,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了封建家长的意识流中间去了,和百姓的共同语言少,只好去苏氏家占用的那片林子。 傍晚的时候没有风,桑林里也热了起来,因为人多,所以成群的蚊子就铺天盖地地冲杀下来,苏氏苏彻被叮咬得嗷嗷叫。 老苏无奈地拿着蒲扇帮儿子撵蚊子,身上只穿了蟹衣,非常的狼狈,虽然满头大汗,依旧手不停歇。 老苏不允许家里的妇人出门,所以跑到桑林里睡觉的就是父子四人。 出门的时候想得太简单,蚊帐都没有拿,跟前点着一堆枯草冒着浓烟,一点驱赶蚊子的效果都没有。 云征拍拍苏氏的光脊背,让他带着弟弟去找云二,那里一只蚊子都没有,苍尔知道哪种东西能撵走蚊子。 在云征的要求下,很快,苏寻住的地方也就不见了蚊虫。 今日居然没有风,让蚊虫肆虐。 成都府四季如春,老夫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炎热是什么时候了,更何况现在只是五月初,等到了六月,还不知道会是何等的炎热啊。 老夫怀疑,一旦炎热过后,就会有一场大雨落下来。 旱灾防涝,这是名礼啊。 云征摇着折扇,笑道。 老天爷总要给成都府一个喘息的机会,不至于这样不饶人。 会好的,家里的瓦片都被烤得发红了,晚上就睡不成人。 夫人和家里的女眷可要遭罪了,不如一起请过来在这里安寝,多少还能睡个安稳?太热了,容易中暑的。 苏寻不理睬云征让夫人闺女过来的废话。 大家自然需要体统,不像云家,只有一个女主人,做什么都随着性情走。 道德经第五篇就说,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除狗。 上苍对人并没有偏爱,就像对待花草树木一样,不会故意给你恩责,也不会故意给你制造障碍。 他只会沿着自己固定路径行走,现在既然已经走上了岔路,多走两步又如何? 见老苏实在是热得厉害了,难怪,浑身上下捂得炎炎的,虽然穿着泻衣,他连袜裤都穿着,还用袋子绑起来,不像云征短衣短裤,只要一把折扇自然清爽无比。 人一热,说话都带着火气,云征从身后拿出了一罐子酸梅汤,里面漂满了碎冰,罐子上全是凝结的水珠子,看着都让人从里到外的透凉气。 苏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云家居然会藏得有冰。 这在开封汴凉城都算得上稀罕东西,云家怎么会有? 君子不探他人之密,苏巡虽然有疑问,却不再问,结果罐子倒了一碗,一饮而尽,胸衣间的烦热顿时一扫而空。 想要再喝一碗,想了想就把罐子盖上,交给仆仪,让他快速地把这罐子酸梅汤送给夫人和闺女,他们在家里的日子恐怕更加的难熬。 冰火两重天啊,入冬之时极寒,入夏之时却极热,炽日炎炎的,农田里的荷苗已经半枯椒了。 老夫虽然在成都府田无一笼,眼见大灾就要降临,却不愿置身事外。 云少兄,你本是少年豪杰,足之多谋,因何不愿意帮着府尊拯救苍生,而盈盈狗狗于自己的迎头小利? 此非君子之道啊,彭黎先生数十载的清明,难道你也弃之不顾吗? 身上的酷热烧解,苏寻就立刻正经危坐,和云征谈论起民生大道来。 富者不识其富,贫者不识其贫。 古之皆然,圣上负有教化万民的责任,官员负有引导百姓的权利。 总而言之,拯救万民于水火乃是官家的责任,他们既然收取了百姓的赋税,那么就有保护百姓的责任。 如今,横山一带狼烟四骑,卓生军肆虐边地,整村整县的百姓被卓生军活活勤去,为奴为婢,稍有怨言,则伸手易处。 官家可曾有片刻的内疚。 辽人打草谷,膝下捉生军,吐蕃汉匪纵略如飞,小小安南竟然都可以在大宋攻城掠地,杀人营野。 府尊身在高位,外部能抵御强扣,内部能抚平苍生,一部庆立鞭斥,新增杀头之罪无数,是为何过? 难道是嫌弃我大宋死的人还不够多? 一旦有灾害,只需将百姓编入乡军即可,好一个头痛一脚的好办法啊。 如今纳税的百姓越来越少,乡军却越来越多,人数几乎达到百万之举。 呵呵,蜀中灾祸发生,朝廷又可以多十数万守之农具和织鸡的大军了。 一旦外敌入侵,又可以派着十几万人上去送死了,真是好极了。 又可以看到大宋百姓人头滚滚了。 自以为是的,以为把泥浆水引上来,就算是功德无量了,也不去看看废鱼嘴的河道被他填高了多少。 枯水时节就该疏通河道,而不是淤色河道取水。 这是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啊。 他张芳萍就比离任的赵之府聪慧,只有他知道乌鸦取水的典故,别人都是傻子。 成都府历来降水丰沛,地下水非常浅,好多地方只需要绝地三尺就会有泉水涌出来。 就算不能扭转大汉,但是稍解汉穷还是有把握的。 谁告诉你在大汉之年还可以种植虚水极多的稻米的? 这时候就该种植各种耐汉的杂粮啊。 蠢到极致才会去想什么军粮的主意,他不是造反了山带网,可以打架劫射,可以把刀子架在富户的脖子上,要求他们把自己的粮食献出来。 守着万贯家财挨饿? 亏他张芳萍想得出来? 就这德行还是大宋的名臣。 我呸,除了多古道出来几十种死刑? 我看不出他高明在哪里。 云征预计多日的怒火,就像火山一般爆发开来。 从一开始,云征就打算帮着官府解决这次的灾难。 可是到后来,心越来越凉。 张芳萍到来之后,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恨百姓不死。 自己做的事情,每一件每一桩都暴露在苏巡的面前。 希望通过苏巡的嘴给张芳萍一点启发。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不在意。 一上任,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淤色飞于嘴,提高岷江水面,灌溉成都平原。 他忘记了岷江是一条怎样的河流。 这条河可是祸害了蜀中上万年的罪魁祸首。 如果江水和大渠的落差不大,这样做自然可以。 即使不清理河道,洪水也会把江底的巨石抛到飞沙宴。 但是现在,泯江水位几乎下降了一半。 半个河道被雨色,雨季一到,一旦飞于嘴被冲垮,整个渡江宴都会毁于一旦。 所以云征才会有带着全家逃难的想法。 苏寻张大了嘴巴,没想到云征的反应会这么强烈,自以为张方平已经是处处在为百姓着想,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自己和张方平干的事情都是错的。 为何不早说? 苏寻念了的问道。 早说啊,我早就动手做了,还用得着说啊。 你问我家职工的事情,难道就没有感触? 一个云家帮着知府养活了四五百号人,你只要把这个法子传扬一下,稍微的威逼一下子。 那些大户,别人当然不情愿养,但是养护自己家的职工有八成的可能性。 传扬名声和施恩的对象是要有针对性的,没人不愿意自家的职工帮着自己卖死利。 那些人没活干,你也看见了,我就让他们随意挖土,不要有成绩,只需要把人养勤快鞋就成。 你看看这些天云家在死命的挖井,小事他们都过来帮忙了,您怎么会不知道? 你看看云家到现在用了一滴泥浆水了吗? 云家把自家的所有隐私都对你开放,你为何就只知道赞叹,却不知道去帮着张芳萍实施呢? 您将来的愿望是做官啊,哎,就以您这样不知变通的性格,除非做管阁官,否则到了地方上也愚民无异。 云征说的怒火高涨,连平日里该有的礼仪都忘记了。 气哼哼的转身就走,现在什么事情都成了定局,说什么都晚了。 现在只有祈祷大汉继续下去,雨季不要来得过早,让稻子收盖完毕,张芳萍好把废鱼嘴淤积的乱石清理出来,要不然麻烦就大了。 抱着好心干坏事的好官才会活活的害死人,让人悲催的是大宋这样的好官非常的多。 而精通事务明白情理的务实官员却少得厉害。 赵普说,半部论语治天下,这纯粹就是胡说八道,他连痴疮都治不好,更不要说千变万化的民情事故。 云征自己如今就在苦读,他发现想要把这些书全部读完,全部误透,就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了解其他。 铁验磨穿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比喻。 这样的人一旦高中,首先要做的就是亲民官,拿老百姓练手,练得熟练了,可以真正治理地方了,却马上升迁,变成管阁官员,又回去了,白拿百姓练手了。 然后朝廷再派一波读书人,继续拿百姓历练,所以说,百姓就是官员的磨刀石。 陆清莹坐在帐子里绣花,灯笼里透出淡红色烛光,将雪白的帐子也染成了红色。 小虫像只小猫一样,卧在陆清莹的脚下,这个丫头今天贪凉,喝了太多的冰镇酸梅汤,如今肚子疼。 云征将肚子里的话,一口气倒干净了,现在全身都透着清爽。 现在麻烦的是苏巡不再是自己了,怪不得人愚昧的时候,就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。 拿苏巡宣洩怒火正好,尽管他比较无辜,但是当着张芳萍的面儿,云征还不敢破口大骂,那家伙的官微不知是说说的。 又穿过一笼桑田,就看见腊肉的两条腿上整齐地震着三个脑袋瓜子,也不知道腊肉在给三个孩子讲什么,那三个孩子听得很认真。 不过,看到苏巡的脚在努力地够挂在桑树上的黑瓷罐子,就知道,这家伙的心思啊,根本就不在听故事上。 再往外走嘛,就看见云家的仆役东倒西歪地躺在席子上,他们也把帐子挂了起来,已经睡得非常香甜。 苍尔和几个猎户白天睡足了,这时候提着登陆在桑田周围巡视,看他们的巡视圈子,那些职工也很明显地在巡视范围之内。 大旱之年,青蛙的鸣叫声都显得少了,夜晚显得有些单调,天上的月亮像个镰刀一样挂在天上,现在是月初,上弦月刚刚出现,边缘显得有些虚幻。 有一个好大的月运将月亮圈在一个巨大的圆圈里,所谓日运三更雨,月运五十风,看来明天午后会有大风,但愿如此吧,能把这里的燥热稍微的吹走几分也是好的。 苍尔看到云睁在到处看,就走过来说,云大,回去睡吧,这会儿已经凉快下来了,有我们几个守着, 不碍事,火堆我已经全部弄灭了,还泼了水,不会着火的,快去睡吧。 云睁抓着苍尔粗糙的手,说,说会儿话吧,说实话,我现在非常地想念咱们的豆沙寨,每年到了这个时候,我就该在小河里游水,游累了就去竹楼里睡觉,这个该死的地方,处处都让人不得安逸, 你说我们出来干什么? 云睁没有睡意,一点都没有,自己气昂昂地唱着川林海踏雪园的曲子,从豆沙寨出来,梦想着能融入到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类圈子之中,等自己进来了,才发现有些上当。 这个圈子的争斗,比起和圆山盗匪的争斗,更加的血腥和无聊。 吃肉啊,云睁,你忘了,咱们出门的时候,你就要说自己是注定要吃肉的,不过现在咱们好像顿顿都在吃肉。 不对,咱们在豆沙寨的时候,就顿顿吃肉。 苍尔不明白云睁说的吃肉到底是怎么个概念,很快就把吃肉的概念升级了,那就是要吃好肉,吃大块的肉。 云睁现在很希望再去找苏寻接着谈话,至少苏寻会理解自己说的吃肉的权利指的是什么,所谓肉食者比,未能远谋。 说的就是云睁这样人,君子可以欺之以方,毫无疑问,张芳平是君子,苏寻也是君子。 所以,君子的主意非常的好打,首先要他对你产生认同感,只要这个感觉存在了之后,就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 到了这个时候,就可以无所顾忌的算计,欺骗,利用他们了,运气好的话,还能反复利用。 云睁的那些话,其实都在夸大了说,云睁很小心夸大了三分,不敢多夸大, 要不然就会被聪慧的苏寻和张芳平砍穿。 自己要去银行河市,必然需要一个官家的名头,要不然去了衡山,连边关都出不去,还做什么生意啊。 云家的本钱太小了,这一路上要是经过了无数的关卡,天知道需要缴纳多少付税。 大宋的商人多,而官府对商人的态度,那就是有盘剥莫放过。 但是,一旦自己持有成都府路转运式的红签,自然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。 为国敛财嘛,各地的官府都明白,不会有一个人来阻挠的。 一旦阻挠这样的商队,他在官场上就没办法混了,因为他触动了所有士大夫的利益。 当云正和陆清莹拥抱着那四面透风的竹夫人睡得不省人事的时候,苏寻却在桑林里彻夜难眠,瞅着天上的月亮,就像一个悲苦的诗人。 这就是把苦闷传递给别人的后果,自己可以安心地睡大觉,而别人就会代替自己长虚短态。 桑林里最舒服的时间是后半夜,微风徐徐,萤火虫一闪闪地在帐篷外面飞来飞去。 陆清莹起身喝水的时候,立刻就被面前的美景迷住了,痴迷地看着萤火虫伸手想要捉, 却被云正拦住了。 陆清莹看向夫君,见他笑着摇头小声地说, 别惊扰他们,你看这些绿莹的小灯笼多好看,一闪一闪的, 不过他们应该在落日的时候才会发光,怎么现在还在发光? 可能是天太热了,陆清莹憨憨憨地说。 云正张嘴笑了一下,重重地点了一下头,非常认可他的看法。 陆清莹见丈夫不许自己去抓虫子,又躺在床榻上,隔着薄薄的沙漫, 瞅着满天的繁星,握着丈夫的手,觉得内心安宁无比。 你就要去银行和事了,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呢? 最少半年,年前才能赶回来。 咱家不缺钱,夫君不去,妾身也不是商人妇,您也不是重里清别离的人,何苦要在万里观山之间奔波呢? 咱家不缺少钱粮,可是成都府的人缺少。 我很担心下粮会受灾,一旦下粮受灾,对成都府的打击就是致命的。 看在今日那些职工送来的槐花饭,我也要为他们尽一份力。 既然官府的能力不够,那就我来吧。 今年的冬天将是成都府最漫长的一个冬天。 有人说世子的责任就是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盛济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 开太平过于遥远,我就取中庸之道,为生民立命吧。 陆清莹紧紧地抱着云征的胳膊,心欢喜得快要跳出来了。 自己喜欢丈夫充满了雄心壮志,原本以为夫君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,想不到他却有这样高尚的节操。 唱了一首《虫儿飞》,把陆清莹哄得睡着了,云征却没有一点睡意。 他当然没有陆清莹想得那么高尚。 张衡渠的名言之所以拿出来,就是要给自己一个光明正大的出门理由。 张衡渠现在只有二十几岁,根本就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。 一切的一切,都是为了有机会去看看自己生活过的那片小城,如今是个什么样子。 这个念头藏在心里已经很久了,到了现在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。 如果能回去,云征不介意带着陆清莹一起回去。 不过,这需要自己慢慢地去找,去发掘。 自己的那座小城市一定非常的不简单,至少在地理作用上。 凭什么自己推开了一扇门,就来到几千里之外,什么都变得物是人非。 云征将竹夫人抱在肚皮上,听着微风灌进竹夫人孔洞的小小哨音,满意地闭上眼睛。 自己的谎言已经全部说完了,现在就等着明日张方平登门拜访。 云征起来得很早,他看见彻夜未眠的苏巡匆匆去了府城, 然后自己喝了一大锅西粥,吃了半龙体韭菜馅的包子, 担心说话的时候口气大,还特意喝了好多茶水, 茶叶也细细地嚼了之后吃掉, 怀着美好的心情,坐在自家的大厅里,等待张方平登门。 从早上一直坐到中午,也没有人登门。 陆清莹见夫君好像在等人,就好心地问问他在等谁。 云征艰难地笑了一下,说在等知府上门。 陆清莹摸摸夫君的额头,见没有发烧,也就不理了, 忙着去照顾家里的下残,腊肉一个人根本就照顾不过来。 又到了残宝宝吐司的时间,没工夫照顾丈夫。 云征的午饭吃得没滋没味儿,随便嚼了两口馒头,算是吃过了。 长衫早就热得穿不住了,一身的短衣短裤,背着手,就像是一头拉磨的驴子。 云家人不知道少爷怎么了? 见他脸色不好看,一个个离他远远的,勤快地忙活自己的事情,传统的午睡都取消了。 日头快落山的时候,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踏破了乡间的宁静。 云征呵呵笑了一下,张芳萍到底还是来了? 穿戴好衣帽出门迎接的时候才发现,站在自家大厅里的是一群军人。 为首的一个见到云征就单膝跪地,山湖参见五劫郎。 云征脸上的肌肉不断地抽搐,他已经确定自己遭受了算计,而且算计自己的人很可能就是张芳萍。 也只有张芳萍这个防御大使,才有随便先委任不超过七品的五官,然后再上报朝廷批准的权利。 五圣君的五劫郎,官职第38节,文之官转五职,一般都要决升一级任用。 云征原本是从八品的成凤郎,张芳萍将云征的职位拔高了两级,十级任用,算得上是非常的给云征面子了。 五圣君布军都于侯,就是云征的新官馅。 云征的手脚冰凉啊,这些过来的家伙就是来送都于侯印信,迎接都于侯走马上任的,并且作为都于侯随缘,这次娘的就是来监视自己的。 陆青莹开心极了,丈夫的才华终于被朝廷认可了。 也是,按照丈夫的才华,从齐平的五官确实小了点,衣服的都奸恐怕才符合丈夫的身份,不过自己现在也算是夫人了,终于可以回家向姐妹们显摆自己的夫人制服。 所以非常高兴的在后厅让管家老廖端了满满一目盘筒钱,犒赏这些军事。 军事们拿到赏赐,一口同声的发誓一定获得都于侯周全。 云征兄中的怒火足足有万丈狗,岳飞和宗泽就是这么被文官活活坑死的,一个被十二道金牌召回,弄死在风波亭,一个临死前还在怒吼过河。 文官不杀文官,但是文官杀武将从来就不会手软。 韩启一杀掉功勋卓著的武将,眼睛都不眨一下,而张芳萍身为成都府路的最高军事长官,对自己的属下绝对有生杀大权,也就是说张芳萍杀不了成凤狼,有罪也需要送到开封。 而张芳萍杀一个五节狼独鱼猴,根本就不用上报,直接砍头就是了,绝对不会有御史言官为你喊冤叫去。 头晕目眩的云征,此时甚至能听到张芳萍得意的大笑声。 哈哈哈哈,你如果是百姓,老子拿你没办法,你好死不死的还是一个从八品的官。 哈哈,老子是大官,可以把你弄成君汉,在老子麾下,你就卖死命吧。 不好好卖命,老子分分钟砍死你。 将主,咱们有军令,明日日出必须出现在五圣军军营点卯,三股不倒者,斩立绝。 随从头子见云征的心情不好,小声的催促,从这里到五圣军,还有八十里路需要干。 云征长长的吐了一口闷气,奇怪的对随从说,咱们大宋的军律从何时起变得如此严苛了? 三股不倒者斩,那是镇前才有的军律,怎么用到这时候了? 随从见云征年纪虽小,好像还是一个织兵的。 大喜,只要上官是从文官转武官的,一般都是匠门世家的子弟才成。 看云征家富贵异常,一上手,从八品就变成从七品。 这需要很大的门路,自己算是攀着高枝了,知道匠门的子弟不好伺候。 但是跟着这样的将主,升官最快,因为他算半个文官,所有的官员都是要查出身,记录文字的。 自愿成为五官的文官,绝对会被那些执掌自己升迁大权的文官多看一眼。 见将主发问,连王说,平日里也不是这样,只是防御史就在营中,自然有往日不同。 云征绝望地闭上眼睛,已经能想到自己的遭遇了。 张芳萍就在五圣军等着自己,准备给自己安排活计,估计不是想办法捞飞鱼嘴的石头,就是想办法弄粮食,绝对不会有第三种事情。 这分明是要把自己往死里用的节奏,而自己却没有半点抵抗的余地。 就是想要索听应试,都需要获得张芳萍的批准。 从今后,自己想要过太平的日子,那纯粹就是在做梦了。 八十里路,快马也需要一个时辰。 云灯瞅瞅瞅瞅的太阳,叹了口气,就安顿了一下家里,要陆清莹照顾好家里,告诉云二他现在是家里的男主人,有事要扛起来。 最后,帮着腊肉擦干了眼泪,只带了憨牛和猴子准备去从军。 苍尔他们全部留在家里看家。 牵出了三匹马,想都不想的就往都江燕狂奔。 君汉非常奇怪,武圣君也是一日才到达都江燕,平时都是驻扎在支江的,这位上官问都不问,就直奔都江燕,是何道理啊? 听到君汉问自己,云争苦笑一声,并不回答,只在心里怒吼,还能是哪里啊? 新鲜出炉的布军都于侯,又不打仗,自然就是被弄去当苦力的。 要不然,为何不是马军都于侯,自己太高看自己了,职权就是张芳萍最大的医长,只要自己在他的治下,总会有办法对付自己。 所谓破家的县令,灭门的知府,就是此意。 战马在干燥的土地上飞奔,君汉再一次想问都于侯为何骑马骑得比自己还好。 面对这个画牢亲兵,云争无言以罪,战马奔驰的功夫还能张嘴问话,半点都不扬起来的尘土,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好奇心。 云争知道大宋的军队很糟,只是没想到会这样糟。 驻军不立寨是什么原因? 动一个膝盖长胸漏怀的躺在地上是什么原因? 听到有战马及时的声音,不做任何的防备,又是什么原因? 这他娘的就是军队? 肮脏,极度的肮脏,狮子都能爬到胡子拉长的脸上而毫无知觉。 不过看到每个人脸上的金印,云争对赵家王朝的不满就全部发现了出来。 不过目标不是赵家王朝,他还惹不起,只能把目标对准这些所谓的军事。 集合! 云争尖的嗓子喊了一声,等了一会儿,发现好像没人理睬自己。 集合! 又喊了一嗓子,那些该睡觉的军事依旧在睡觉,该打呼噜的家伙连停顿一下的意思都没有。 华劳亲兵矮着身子,搓着手,走过来说。 于侯,您这样不成的,咱们部族共有673人,这些家伙从来只认两种东西,一个是钱,一个是粮,军法好久都没有听过了。 云争身影着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句话。 按照编指,我的麾下不是该有一千一百名军事吗? 为何只剩下673人? 华劳亲兵张着黄板牙笑道,您是将主,这没错,可是您手下还有近义复卫十人,近勇复卫三人,主部一人,承洁郎一人,再加上小的这三班殿职,共计十六人。 还有将主您和您带来的亲兵,咱们这些人都需要近乡,所以难免会吃些空想,那些杀财只要不造反,平日里随他们去就好,小的们给您的孝敬就在帐子里,还请将主笑纳。 云争黑黑一笑,不再和那些君族怄气,而是拖着画牢亲兵走到民江边上,笑着说。 说说,如果我需要把空额补齐,咱们不吃空想,有什么办法? 华劳亲兵细细笑着说,普蛮将主啊,没法子,咱们不是三班正兵,征伐作战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捧日军他们,咱们就是凑个热闹,一旦打起来,跑快些就是了。 云争往民江里扔了一块石头,说,我知道都是为钱筹的,可是你看看我,觉得我像是一个缺钱的人吗?老子需要的是功勋,是战绩。 既然已经成了武官,我的手下就该是一群战兵,而不是一群叫花子。 说说,有什么法子,爷最不缺的就是钱。 华劳亲兵凑近云州的身边,小心的说,小人明白,从见到将主的第一眼起,小人就明白,您不缺那点兵血,您是将门之后需要的强兵和战功。 要说,您要凑够一千一百名战兵,也不难,只要您让小的去别的营转一圈,您的一千一百名战兵保证凑齐,但是良想就需要额外出。 另外,您的手下的将官也需要打点,否则闹将起来,您的脸面也不好看呢。 啊,云正仰天大笑了好一阵子,重重地拍了一下花劳亲兵,说啊,爷如果告诉你,只要你给我找齐手下,你如果不想当兵了,可以去我府上当一个管事,也不骗你,你去问问汉牛和猴子。 爷府上的管事一个月有多少花用,当年跟随爷在原山剿匪的那几个人,哪一个手头上没几百罐银钱,就是家里大丫头,一个月的花用也不少于五罐。 花劳亲兵倒吸一口凉气,他不是不信云正的话,他在云家见识挂,家里的仆役身上穿的衣服都没有带补丁的,那些丫鬟头发上还有簪子, 瘸腿管家腰间挂的一块玉佩,暗光流转,温润如水,看着就不是廉价物,没有十几罐,恐怕拿不下来。 想到自己能去府上当管事,他的心都在发烫,不为别的,就为在云家吃的那顿美食,他就觉得非常的值。 尤其看到家主和仆役以及自己吃的都是一样的,这是在把家当军营治理啊,只有那些名将家的子孙,才会时时刻刻的保持这种作风。 想到这里,丹西跪地道, 将主,不,家主,小的彭九愿意为家主笑死力,只求家主能赏赐小人全家一口热饭吃。 彭九啊,你想清楚了,爷家里的饭是虽然美味,但是也是不好吃的,云家不容人背叛,一旦进入云家,除非我同意,否则死也得死在云家。 云征将这一番话说得极声力色,不容彭九有任何的幻想,彭九再次磕头道, 小的也是军屋里的老人,知道军法之家,小的全家七口,就要活不下去了,自愿进入云家,求家主成全。 云征点点头,从怀里掏出一钉三两的银子,扔给彭九道。 爷不拆恶兵,出来的匆忙没带铜钱,这点钱就是你第一个月的利分,用它将你的家人送到云家,夫人自然会安排。 至于收拢战兵,你打算怎么做? 彭九强自忍住要把银子塞到嘴里咬一下的冲动,小心的揣进怀里,陪着笑脸道。 家主啊,其实这事容易极了,您是想要君族,别的将主可是不想要君族啊,好些人撵都撵不走,只要小的和相熟的主部说一声,一定会凑齐这点人手的。 您不知道啊,咱们五圣军足足有八千六百余人呐。 云征拍拍彭九的肩膀,笑着说, 我发现那些人好像都没有吃饱啊,你再去别的主部那里购买粮食,不让他们吃亏,就按照市价购买。 出来乍到的,总要让弟兄们吃顿饱饭,这样才不枉跟着云某人混了一场。 让猴子陪你去,挑选战兵的时候,记得挑一些憨厚老实的,兵匹一个不要。 咱们营里的那些上官,彭九说了一半,就看到云征脸上的表情阴森森的,作为老油条的他,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主子打的什么盘算? 那些人恐怕要倒大霉了。 眼看着彭九带着自己相熟的几个兄弟,嘀嘀咕咕的说了一阵子,那些人立刻就从死气沉沉变得兴高踩跌起来。 见彭九不断地把那瓶银子拿出来炫耀,云征就知道,自己的计划八成能行得通。